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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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一看片头就知道 我又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多么疯狂的购物痕经 大家都知道 五月是我的birthday month 所以都收到很多好朋友 老公送给我的一些三十两物 另外我為了獎勵自己和自己慶祝生日 也買了很多很多很多化妝品 所以當作一個藉口來哄自己開心 所以今天這條短片應該會超級長 所以大家不要說那麼多 馬上開始 首先講一下我的SOGO購物之旅 其實我本身沒有打算去唇光 但今五月份其實是她們的感謝 我初初沒什麼的 但我有一條短片叫做美妝用品用清光 我就有提到我很喜歡NARS的那支Toner 剛剛用完了 於是有個美女MISS Sessy 叫MSSYY 她經常留言的 你應該在看 她就立刻留言說她們唇光買一送一 我初初都在想 其實我經過過一次見到很多人 那我就不敢進去 因為我很怕迫 但是剛剛第二天 我就約了別人去Times Square High Tea 然後逃經SOGO 我心想 嗯 好吧 進去走一轉 於是就超出血 第一件事當然是有買到NARS的這支Toner 那我買了超多支 那我都不敢告訴你買了多少 Anyway 總之就買了送一 所以我就勁入貨 然後呢 走過路過又不錯過了 那我就買了她的新出的胭脂 那其實呢 這個FORMULA 我是買了她的眼影粉的版本的了 然後就覺得幾喜歡 於是乎呢 我就見她出了胭脂 我也都試一下 那這支顏色呢 就是她的 一個偏梅紅 再加一個比較珠光 就是淡一點 可以做highlight的胭脂粉色 我都還沒試過的 因為我決定要拍一條可片給大家 那所以我就很多都沒試的 那當我慢慢試完之後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我的review的了 那再有呢 就是我買了她的新出那個系列 那叫做Christopher King的一個系列 那我其他東西都沒有特別看中 我唯獨是呢 就是看中了她這隻眼影粉 那呢 很小盤的 我都忘記了多少錢了 如果我有找到一張單 我就打回那個價錢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 超級mini size 但是你看看 很漂亮 這顏色是很閃 很漂亮 你看 和我的指甲有幾次 但是看上去是非常非常閃 而且很高貴 所以我一看到 我就超級喜歡 就帶了她回家了 那另外就是 她都有送一些東西的 通常都會有些鎮品給你 那我都給她鎮品過無數次的了 就是這個Tinted Moss 這個 Pure Radiant Tinted Moss Riser 那我有很多支的了 所以我從來都不需要買正貨包裝 顏色叫Alaska 另外她也送了一支 Larger Than Life 她的眼線筆 那 她們就經常說她是超防水 超防油 不過對我來說 因為我都試用過 都是有無數支這種Delust Size 那我 我都是覺得一般的 那因為我都是會掉的 Anyway 但是都好過沒有 是不是 那我就會留在這裡 然後我就走過SK2 你知道她的電梯一轉彎就是 那被人抓住了 我一看到就是那支超大支裝的 這個應該有多少mL 看看 330mL的神仙水 那大家都知道 我用過很多SK2的產品 但是神仙水我真的覺得很適合我用的 尤其是我過了30歲的這個年紀 所以我就立刻買了 那其實是一個Z妝來的 所以她就包了另一個 產品 那就是這一隻 叫做 其實是一個美白的精華液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買美白 Anyway 那她說會淡斑 那希望真的可以幫到我的暗瘡 或者我的敏感印可以退回一點 那我就現在都試用中的 那另外她整個SET裡面 也都送了她的Facial Treatment Mask 那我就沒用過她的面膜的 那姑且見她的Z妝都包起來 那當然要試一試 那她再另外送多了一塊給我的 那還有一些旅行妝 那我就不逐個數了 那都OK的 對 對 對 而再在Sogo走多個圈 其實我本身是想找Burberry的 因為通常Burberry在這些事節都會做一些優惠套裝的 誰知道我走著走著就找不到 原來其實他們已經在Sogo退出了 那現在你要找Burberry的化妝品 就只能夠去到朗豪方的他們那間叫什麼 糟了 西武那邊的化妝品部 那Anyway 那買不到Burberry 那結果我就走過Gucci的門口 那看到很多人大排長路買她的袋 但是我自己就對Gucci的袋就沒有什麼喜好 但是她對正門口原來有一個化妝品部 就是他們Gucci的化妝品 那我以前都覺得Gucci一般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Gucci的Style 但是我看到她做得特價 那走過路過 又試試那句就不要錯過了 那於是 我就買了這一盒東西回來 那這一盒東西我在Instagram上 post了一個很短的幾秒的Video 之後我就沒有再開過來看了 那所以我也不記得我自己買了什麼 Anyway 那我們和你一起Discover 那揭開之後就是這樣的 那它也有些鎮品送給我的 包括了就是這隻Gucci同名的香水 那當然沒有那麼大支 那其實就是一個Deluxe size的香水 那它也是噴霧滋滋裝的 那size都ok的 那都有多少Milk呢 讓我看看 看不到 7Milk 那都適合可以拿來旅行用 或者平時帶出去 那我沒試過Gucci的香水 那所以都可以試一試 那另外呢 那我就 我就跟那個 BA 就是那個Beauty Consultant 有提到 其實我很喜歡買香水版的 所以它也都很精緻 給了幾支香水版 那就包括了這隻叫做 Fora by Cucci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造型 就是這樣的 我喜歡買這些 一瓶瓶的香水瓶呢 放在我的琴的上高 好 開不到天 那變了呢 就可以看下去 好像很可愛 那這個是Fora 大家應該見過大支妝的造型 那它是一個 mini size 那再有呢 就是它也送了一個 Deluxe sample size 的同名同系列的Body Lotion 給我 那 通常呢 你塗了同香味的Lotion 再塗香水呢 這個持久度是會長很多的 那這個是給大家的information 那另外呢 就是 也都再給了Gucci Guilty的香水版 那 好可愛啊 這個造型是這樣的 它大支妝反而沒有那麼可愛 小小支 就好可愛 這樣吧 那它就給了兩盒 那 那 另外就真的要說說 我究竟買了什麼化妝品 那首先第一件事呢 我就買了它的粉底套裝 是我其實已經有很多粉底了 不過它說到Gucci很好用 那我就決定試 那第一個呢 就是它的Primer 叫做 Gucci Face Silk Priming Serum 那其實是一個打底的 那這個造型是這樣的 它所有的化妝品的紙盒 都是這樣 有額紋的 很有型的 那它的玻璃的瓶 那其實其實挺重的 我就不建議大家拿去旅行 因為很容易打爛 那然後呢 它的蓋子是膠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它都有一些Gucci那個pattern的額紋 那然後那個瓶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黑色加金色 所以其實看上去是很高貴 很大氣 很… 怎麼說呢 很有大師風範的 不過相對地我覺得成熟了一點 因為我經常覺得黑配金 看上去是幾成熟的一個感覺 那就像是我媽媽吸用的東西 所以我初初為什麼不買Gucci的化妝品 就是這樣 但是買回來 我又覺得不放在這裡也挺有型的 那確實是挺高貴的 那另外就是它的粉底 那就是叫做Lustrous Glow Foundation 那又是給那個finishing 就是它的妝感是有光澤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就是有光澤的粉底 那所以我都決定買來試一下 那它有SPF25 那我用的顏色是20號色 我目前為止沒有用過的 那想說回 那個primer是Made in Italy 那但是這支粉底是Made in Japan 那所以其實它相對地去找不同的 就是每個化妝品 我都欣賞它在不同的地方去出產 尤其是找一些相對比較出名 譬如說日本呢 其實它們出的粉底相對地是幼滑一些的 那這個也是我挺欣賞它 有做過research 那這一支 那我就未試用的 那純粹都是等和你們一起拍這條可片 那我也都準備想著試一下一個新的模式 和大家拍一條first impression的短片 來去試這一堆Gucci的化妝品 那如果你們覺得OK的話呢 記得在comment box留言支持 那買了它的粉底 當然也有買它的粉餅 那我用的 即我買了的粉餅就是 就是這樣 那它的盒也是有Gucci的額紋 那它會有一個pouch 有一個私用袋 那也是有額紋的 看不看得到呢 Anyway 那然後呢 出來的粉餅就是這樣 圓咕嚕 那幾重身的 我也是 即它看上去是幾型 幾實正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嗯 大舊了一點 跟Tom Ford一樣 又是偏大舊 那所以我自己喜歡Magic Cup的包裝多一點 因為它會輕身一點點 但是依然覺得好像很有型 那這個是它的粉餅 我用的是020 那大家可以看到 當你揭開了之後呢 它也有一個掃的 那這個掃就相對地刺肉了一點點 所以我想我不會用了 那這個就是它的粉餅 那我套回到它的肚子裡先 那除了它的粉餅呢 我也有賣到它的胭脂的 那它的胭脂也是有一個這樣的袋 然後你拿出來 那它就正方形了 那也是很大的Cucci的logo 在上高 那一開呢 就會有一個掃 一塊鏡 當然 那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我買貴的 貴價的化妝服 我一定要它有鏡 那變了我覺得 每一次都很方便 那另外 也有一個額紋在這裡 那這隻是一個 帶一點點紫色的粉紅色 那是70號色 那 那接著就當然要說一下眼影 那我就 它都有很多隻眼影的 那它有一隻是雙色眼影 一隻是四色 那我就沒有買到四色眼影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它的 combination 我覺得我自己都有 那我唯一看到 即時抓住我眼球 我覺得要帶回家的呢 就是這一隻色 叫做 都是70號色 是叫Picoc 那一看呢 就明白為什麼它會叫做Picoc 那就是 很漂亮的一隻紫色和藍色 是有些Dual Chrome的 就是你轉一轉 又會有些少不同的變化 那看下去呢 就似乎會相對地 適合夜晚用啦 但是我覺得 我也有辦法可以令它變成淡妝的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知道呢 就記住 stay tune 我接下來要拍的影片 OK 那然後 講完眼影 講Mascara 那我都有賣了它 它的Mascara 那它的Mascara 造型呢 那些包裝 我喜歡它這樣的包裝 即是有額紋的包裝 看上去就型一點 可愛一點 就沒有那麼buky 那這個是它的Mascara 那它的掃頭呢 就膠狀的 OK 那這個不是Waterproof版本來的 但是那位姐姐就跟我說 哎呀 一樣Waterproof的 即它沒有叫Waterproof 但是它也防水防油的 那我們儘管放雙眼看看 另外 買了它兩支唇膏 那 Gucci Lip 那 那 是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實色一點點 一個版本是水潤一點點 這個呢 就是Hydration系列的 那我選了的顏色是300號色 那這個是日常一點點的 一個帶桃紅的粉紅色 粉粉的桃紅 那樣 那就日頭用 或者平時上班用都很合適 那而另外一隻呢 我就買了 選了一隻比較高調一點點 漿陽一點點的顏色 就是一隻橙色來的 如果我記錯 那是110號色 那這隻就實色一點點的 大家可以看到 哇 一隻鮮橙色 我很喜歡橙色的唇膏 可能因為我自己覺得 它會比紅色來得比較現代一點 那 又加上 如果你皮膚都好像我這樣偏白的話 其實 又或者是底筒是neutral的話 配橙色的唇膏 是會顯得更加精神的 那所以我自己就選了這一隻 那 除了唇膏之外呢 我都買了唇彩的 那這隻唇彩呢 那這隻唇彩呢 是 呃 看一下先 50號色叫做 innocent peony 那它的唇彩的包裝呢 就是這樣 OK 那就比較正路一點點 那它那個 蓋就是 也都是有 Gucci的額紋 那這樣 那這隻顏色呢 我就覺得相對地可以 就是 挺容易去駕馭的 那 不會令到你覺得特別 好像要化很多妝才可以上 那另外它每個套裝呢 其實suppose呢 就是送個 眼影掃的 但是結果它就 你不知眼線筆 那樣 那但是 斷了貨 那於是它就轉了 是 唇筆 那我就選了兩隻色 包括了呢 就是這個叫做 一個 裸唇色 010 10號色 那是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 通常我真的需要用唇筆的時候 通常就是一個 裸唇妝的時候 又或者是紅唇妝 那所以另一支 的唇線筆呢 就是 紅色了 那它很有趣的 它的筆有一邊呢 是有一個唇掃給你 那就方便你之後可以 上妝的時候 更加準繩一點 那這個是最後的顏色 OK 那 Gucci呢 我就大概買了這麼多東西 那在Sogo呢 其實我也 都 是啦 跟上下這樣就平了手 不過 之後 還是有很多東西要來的 在全岸孤單中有言語到你 是我根本不配手的福氣 來人獲軍念面 滿途挑戰 能賺我勇氣 完全是你